好 我们刚才有听到这个红音之名 也跟黄世豪老师有聊到说 林世豪老师本身他在唱的这个旗歌 他是有学过受过声乐方面的训练 其实他应该是说 他很喜欢声乐这个方式去诠释歌曲 所以他后来有去拜日本的一个声乐家 观物名字 圣戴琴 跟他学习 我们讲的就是用声乐的方式来唱歌 那个是他喜欢的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林世豪的音乐的唱片 他都是用声乐的方式 我觉得也跟他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他的想法其实是在比较新潮的 而且他又曾经有当过幼儿园的老师 所以他们接触到的思想观念 都是走在很前面的 所以他们认为唱歌 他选择用声乐的方式 对 他选择用声乐的 他欣赏他认为唱歌是要艺术 是一种艺术 因为我们刚才在上段节目里面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像我们在早期像纯纯他是唱歌 那老师你也有说在纯纯之前 我们在早期录唱片可能 他说早来录唱片的歌手 他本身可能他的背景他可能就是异淡 那是从什么样的时候开始 他慢慢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看 唱片工业的时候演变来看 那当然不一定是对 可是我们去推测 因为阶段他是从小就要开始训练的 从三回五回 他就要开始演戏 他就要开始念了 那所以唱北管南管小曲 对他来讲是他从小开始被训练的 所以他们唱片公司可能请他们来录制唱片的时候 请他们来唱 就是说稳定 那他们唱也唱得比较到位 那慢慢的这个唱片工业从传统 慢慢要走向这个新潮流 新民谣或者是说流行歌的这个时候 他们希望会有一种区分的 找一些不一样的人来试试看 那你看像我们桃花汽水记 他们找了这个孙孙来担任这个演唱的时候 那我们又听到外雅球啊 四月旺雨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唱腔的唱法 跟这个编曲啊 音乐他们的那个调性已经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他们也希望把这个歌手音乐都是把它分类的 开始就是你唱歌仔戏就唱歌仔戏 像蠢蠢他唱歌仔戏的时候 他不会用蠢蠢这两个名字 他是用本名刘青香 春春的本名叫做刘青香 是 他用这个名字来唱歌仔戏 所以你看到刘青香就是 这就是歌仔戏啊 那你如果看到笋笋 这个这个 他的名字出现在唱片顶管实在顺顺顺 他就是代表说这条歌唱是流行歌 这就是流行歌啊 他就是唱流行歌啊 所以他已经开始 一个歌手可能会有很多艺名 像蠢蠢他也有叫梅音啊 他不止一个名字 所以因为以前的歌手没那么多嘛 那唱片公司要让人家感觉好像歌手很多 所以一个歌手可能有三个四个艺名 那代表好像唱片公司有很多歌手 那是艺人公司呢 那其实 他旗下有两百多个歌手 但是他可能整个公司三个人 对 所以变成说呢 歌手他其实像蠢蠢他也自己会归类啊 我如果今天是用梅音的这个艺名 我的唱相方式会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就是 有看这首歌是什么样的一些歌词意境啊 对 他就会有一些变化了 哇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跳得跨了很大的一个尺度 就到用这个声乐的方式来演唱歌曲的林士豪 那林士豪老师他除了唱《红音之明》以外 您今天好像还有带了另外一个唱盘 他叫做桥上美人 是 我们让大家来听听看桥上美人 林士豪老师用声乐的这种方式来唱的歌 好 来我们来听听看 她叫做桥上美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跟这个前面像纯纯也好 甚至是再更早一点 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 更早以前的 这个我们的 最早的这个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唱盘还有印象的话 那都是很多是用 铁担的方式来演唱的 应该是以前都叫铁担来唱 叫铁担来唱 来又唱寓夜来唱 那今天我们用 声乐的林士豪老师来唱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唱片工业 他们其实也一直在找 在找一个新的卖点 对他们也一直在找 所以你看铁担他在唱 寓夜 他跨界来唱流行歌的时候 从我们刚听 我们之前听到的 《特会提起》 到《月夜吵》 到《四月旺雨》 你会发现 他已经开始慢慢的 一直在把自己定位在 我如果是流行歌手 我就是叫什么名字 我唱歌载机的时候 我是什么 我会叫什么不一样 对 做市场的区分 对 他唱腔也都会开始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林士豪老师 他是比较特别的 他就是用声乐的概念 方式去诠释台湾的音乐 对 那我觉得有一些歌 真的是让他来唱 真的就是特别的 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很明显 我们听这个 《桥上美人》的时候 他的那种诠释的方法 跟我们前面在听 好像那个就真的 比较像是流行歌 但是林士豪老师 他听起来就有点像是 艺术歌曲的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艺术歌曲的概念 对 就是让你讲 比较有科班的概念 科班的 就是说他是比较属于专业的一种方式 来唱这些歌曲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说在整个台湾的唱片工业里面 就是每一个唱片公司 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数量多吗 很多 因为到了30年代 其实商机已经慢慢有了 而且是越来越好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想要来 这个成立唱片公司 他们也想要来分一杯羹 对不对 所以唱片公司 当然就会开始很多了 那像那个时候 我记得你有说过 在留生机 在那个时候 应该是 即使经过十几年 到30年代 20多年的时间而已 应该唱片公司 留生机还是很贵吧 对 可是他已经 还是很贵吧 应该是说 他虽然还是很贵 可是他已经没有像 十几年前 那么遥不可及 那甚至就是说 刚好 也就是说经济在起飞 经济比较好了 大家的 对 经济比较好了 也买得比较 也比较可以买得到了 那普及化了 对 所以 就是 唱片也 选择类也更多了 对 那市场也变大 大概开始升Costdown的游戏 对 所以以前是大地主买的起流生机 现在可能纯奖就买得到 应该是说 甚至以前还有 比一涨就可以买到 对 甚至以前还有那种概念 就是说 分期付款 对 还可以让你分期付款 以前就可以有分期付款 是的 没错 所以慢慢买得起的人越来越多了 当然市场越大 商机越大 当然就越有 各种不同的商业模式都造出来 那唱片公司就越来越多间了 对 应该有空要来跟这个四豪老师请教一下 那时候我们大概唱片公司我听过的 大概最多要嘛就是 Colombia 对 不然就算你 是 还还有吉他 应该我有听你说到日东嘛 日东啊 那还有啦 像什么 太平啊 太平 对 太平唱片公司啊 博友乐 我这个连听都没听过呢 看你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商品公司 很多很多 其实大致上有超过30家 哇 那也其实是在当时的台湾来讲算是一个 算是因为种类算多吧 很多 那当然这30家是 大大小小 对 大大小小总计啦 有一些是发行一回就下课了 对不对 当然也有啦 对 了解 那待会在第三段的节目里面 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 林思豪老师还有另外一首歌曲 其实是今天的社会上 我们还是很常听到的一首歌 叫做 一个红蛋 是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 好